沒有耗製的路口 兩台車越來越近 也都沒有減速 碰了一聲修理車撞上轎車左側 接著90度甩尾 撞斷路旁的電線桿 轎車駕駛一度受困車內 自行脫困後 救護人員簡單包紮 送醫急救 41歲現金駕駛頭部撕裂傷 送醫治療後沒有生命危險 而另一部修理車 51歲的王姓女駕駛 則是幸運沒有受傷 久不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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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輛全新的國產休旅車 要價百萬 才買不滿一年 就撞成這樣 到底是怎麼撞的 他是一個無號車的路口 我們有通知相關單位 來辦理會堪 辦理來改善 那兩個可能在趕上班 那詳細的原因 那警方還在離情中 18號早上將近9點 正值上班時間 謝姓、王姓兩位駕駛 都趕著上班 他們倆開車行進 彰化路港 撂出巷口 現場沒有耗製燈 雙方也都沒有減速 創期力道之大 就連電線桿 都給硬生撞斷 而為了趕上班 卻連生命都不顧了 記者陳盛爾、王一超、張志凱 將畫報导致